星期早 接下來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 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宗箱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司議題中心 天安 公民行動營 紀錄資料庫 以及灘灘時光節目 聯合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每個禮拜天的晚上9點半 會在公司幸福集中心 天安的網站直播 之後呢會在公庫的網站 會有完整節目的播出 原本我們今天的節目是一直要談 高校危機系列的第三集 不過我們因為我們剛好面臨到 這個大選結束 所以我覺得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議題 就是新的政府 他也許會有些新的氣象 可是新的政府 也可能會有新的問題的產生 特別是我們知道民進黨政府 跟一些社運團體 之前過去的關聯性相對之下 比跟國民黨之間還要更密切 所以我們關心的一個議題 就是民進黨已經完全執政了 那之後的社會運動該怎麼走 那今天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邀請到的是一位老朋友 也是長期的參與 並且觀察台灣社會運動的老朋友 何忠勳 忠勳你好 好 管老師各位線上的網友大家好 中興目前是在台灣參與 台灣公民參與協會理事長 其實每一陣子你都會有不同的頭銜對不對 因為那個太忙了 在公民團體裡面 其實他也跟很多企業一樣 會盡心繁殖嘛 所以有些時候 很多組織的成立 還是需要一些比較 老一點的 比較熟悉運作的人來經營 所以我就臨為壽命 藉這個組織 可以先幫我們介紹這個組織嗎 我想這個組織對台灣 可能都是一些老面孔啦 可是對大家拿這個新的組織 這個組織成立要做什麼 我想那個台灣 其實我們雖然是一個民族 可是我們覺得台灣的民族 還是比較 偏向於選民社會 當然今天能夠看我們節目的 還有很多關心公共事務 都還是 比較屬於公民 可是普遍性的朋友還是 一般的還是 選民居多 所以台灣公民參與協會 希望能夠建構台灣 在參與公共事務的一個平台 跟機制 然後讓我們的選民變公民 所以我們在2014年 我們有一群朋友 就是幫助柯文哲 那我們當時協助他的一個前提 就是說 他當選之後 要在台北市成立一個 台北市公民參與協會 公民參與委員會 從小 從小到大 還有很多的那個公共事務 能夠有一個公民參與的機制 那柯文哲承諾之後 我們就 幫忙他 那他現在當選之後呢 現在台北市政府 也有一個公民參與 委員會 然後再推動一些公共事務的參與 那既然政府部門有的話 民間當然要有一個對應的團體 來監督他 所以我們就 這些朋友就 成立起來 然後來監督台北市政府 那期待各個縣市呢 包括民進黨執政之後呢 也有 相關類似的一個公部門的組織 來擴大公民參與的機制 嗯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開場 其實蠻有意思的 就是你剛剛投票說 這個協會其實是 上次是有一群朋友在協助 柯文哲 然後他們有希望 公民參與的類似這樣一個委員會 那成立之後呢 你們其實是完全推出這個委員會嗎 然後另外再成立 另外一個新的委員會來監督他嗎 那個我們有很多朋友都在 體制內 就是擔任他的委員 那像我自己接理事長 我們大部分的基本上都在體制外面 那最重要是因為我們在選前 那個為了讓柯P了解什麼叫公民參與 我們有辦了非常多的公民咖啡館 然後呢 他也承諾說很多好的政策呢要落實 所以我們這個組織也就是要監督柯P 他在選前對 公民的承諾 他有沒有主意的落實 所以我想今天節目 這個節目播出後沒有多久 我們應該在2月初 我們就會針對柯P開第一炮 去檢視他在一年前的承諾 我覺得這是我們今天 談的一個非常大的重點 剛好中勳也是做類似的這樣一個工作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在NGO社運團 你其實在跟某些的這種 特別是反對黨 他其實有時候會有一些合作的關係 或者是有些相互 你要講利用的關係也好 那但是他其實會有非常綿密的人際的網絡 或者是一些工作上面的重複 坦白說啦 你這樣子即使是退出 或者即使成立這樣的協會 他真的有辦法去監督嗎 那裡面有很多的人際網絡 或所謂社會關係那怎麼辦呢 我想這個就是 社運團體公民團體長期跟 現在的民進黨的一個困境 因為這個是有很 邊緣的歷史情節嘛 情感 但是我想我們要分 社運界其實有 如果我們要分三代 其實第一代的關係 第一代的血緣跟 人際網絡是比較緊密的啦 那像我們 我們算中壯輩 那其實像跟老一輩的社運界 其實並不會那麼深的 而且我自己也是從台南來的 這對我而言我倒是覺得還好 因為我自己是把 把從事公民運動 當作是一個職業來看待 我就覺得如果你要 你要扮演他的專業角色 這種人際網絡你就要適當的做切割 所以在過去 在民進黨在2000年執政的時候 其實也發生過一些有趣的現象 例如說 有很多當時的社運團體 其實是對民進黨是報紙的期望 那這報紙的期望之下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 有一部分啦 就是入閣對不對 那他可能擔任的是這個部長級的 甚至他可能是一個司長級的 或是擔任機要 那有些其實沒有入閣 他可能會變成是一個 類似像這種委員 例如說他可能是一個審查委員 或是制議委員等等之類的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可以談一下2000年 很多社運團體 他進入到這個政府體系之後 當時的整個社會的變化是什麼嗎 我覺得民進黨在2000年執政 他能夠取得執政 他當然是夾雜的龐大的民意嘛 那如果我們用兩次學院來做分界點 那個在1990年代就是 那個野百合 那野百合 更早之前那就是那個黨外 然後到主黨 所以這個其實在那個有野百合之前 是那個預計的社會歷史非常 非常深的 然後才開始有了那個解嚴 跟那個1990年野百合 那野百合之後呢 其實那90年代那10年 到2000年之前 我們社運界都會把它稱作 叫社運的黃金10年 也就是說呢 野百合激發非常多 年輕很多 很多的那個人的覺醒 然後呢 讓那90年代的社會運動 是非常蓬勃的 然後促成了 那個2000年民進黨的政黨輪替嘛 然後那個政黨輪替之後呢 那個民進黨就吸納了非常多 剛剛老師你講的 非常多的人才進入到體制內 對 然後在體制內進行改革 可是改革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民進黨是沒有準備之下執政的 所以他當時找 參考很多像很多國家 東南亞很多國家 就是他因為人才不足 所以他吸納了很多 社運界的有理想的人 願意從政的人 進入到體制內 可是呢 其實2000年到 陳水扁的執政 並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可以 其實在2003年的時候啊 社運界就開始 就是瀰漫的一些不滿的情緒 然後 但是呢 還是給他連任成功 那但是連任成功之後 整個的 大環境就 對社運界就非常的 不是那麼的友善 所以其實 可是呢 但是因為你過去 因為你在2000年到2004年 這段時間的沉淺 其實 人才不見了 然後呢 被體制牽絆 所以你看到 那個2000年到 馬英九執政 到2009 10這段時間 你看 沉積了將近快10多年 對 沉積快10多年之後 才在2013年 附近開始 開始 那個因為那個 國民黨的過度的輕鬆 才引爆 那 開始引爆一些激烈的抗爭 可是傳統的社運界 無法回應嘛 所以才會有共鳴1985 到太陽花 都是非社運界傳統操作的模式 那這一波的能量呢 促成了 2014年 九合一選舉 柯文哲現象 然後 然後再延續到這次的大選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到 這次大選 之後呢 其實 會有更多的 的人 一樣會進入到體制內 其實從九合一 到現在 所以我的預估裡面 其實接下去的社會運動 沉淺的時間 會長達將近10年 我覺得這是我一個 非常擔心的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看到 不只是在這個選後 在選前 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這個台灣農村陣線 其實裡面就有一些成員 進入到民進黨部裡面去認識 那這其實出現兩個效益 一個效益就是 這個社運團體那一部 例如說農政那一部 他開始有一些這個爭議 或者是有些路線上面的討論 或是覺得說 我們不應該進入到體制裡頭 那第二個是說 真的進入到體制裡頭 他能夠去做一些改變嗎 就是2000年的這個例子 是應該講說因見不遠 那為什麼還不再進去 在2012年之後 2012年之後還要再進去呢 那難道沒有辦法在外頭 直接做監督嗎 進去真的能夠做些什麼嗎 其實坦白講 進去裡面 因為民進黨的體制 畢竟跟國民黨 還是不太一樣 因為你既然是跟 你是就算說你是跟國民黨 如果你是友好的關係 進入到體制內 我覺得改變是有可能 但是他的改變就是一些 比較不會 比較有比較大的爭議的 比如說 比較一些比較溫和型的改變 比如說 擴大公民參與等等 但是如果你你的改變的 是 裡面是簽到要跟財團 跟既有的利益的時候呢 那個可能就是 很難嘛 我們可以看到說 那個兩次的政黨輪替裡面 我們其實 很多的 跟財團 很多結構性的問題 沒有更好只是更壞 所以如果你要期待 做一些 一些小的改變 那當然我覺得是可行 但是如果你要期待大的改變 除非是非常有智慧 否則我並不是這麼樂觀的 我們舉一個 更現實的一個例子來講 因為蔡英文很非常清楚說 他要加入TPP對不對 民進黨過去的這樣的一個性格 他基本上來講 還是一個所謂比較右派的政黨 一個比較傾向心自由主義的 這樣的一個政黨 那假如現在加上TPP 他其實上就有很多的問題 國內的關稅 或者是像法令 都會受到很多的限制 OK好 那民進黨在這次裡面 提到一些人 例如說蔡培惠 例如說余萬盧 或者是像陳曼利 那他們說強調公平貿易 強調基改 強調這個所謂的農村的 這種所謂的再生跟保護 那這些價值跟觀念 其實是跟TPP有很多的現實 是有非常大的衝突的 那這些人進入到 這樣一個民進黨部分區裡面 雖然看出來是一個漂亮的名單 可是他不會去削弱到 整體的社會運動的力量 或者是說 反而成為一種被背書的角色嗎 我覺得要看 就是說現在我們有 因為這次其實 社運界蠻多人進入 而且前面的名單都非常漂亮 也都是我們的很尊敬的前輩 那其實他們 可是你 可是管老師你很清楚 我們這社運的 那個的新陳代謝也是蠻快的 他們能夠 能夠這次能夠進去 其實他們在社運界 其實都是至少二三十年 都跑不掉的 這就算年輕的 也有十多年以上的參與經驗 那麼當然 他們是體制外 進入到體制內 體制內有自己體制內的一套遊戲規則 所以他們 他們是立委 那他們懂不懂得去監督 官員 或者如何讓官員 從很多的盲點當中 票出來 妥協跟接受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到最後就是 決定於那個蔡英文的意志 因為如果說今天蔡英文是 他接下去要玩的是真的 那當然 那當然這個過程當中 官員跟 國會議員跟公民團體 還有所謂的社會大眾之間的對話 就會變得很重要 那麼但是如果又像過去 民進黨也好 國民黨也好 他在拋議題的時候都是用那種風向球 或者潮短線的方式 沒有經過很深層的公民教育 你覺得他會成功嗎 不會的嘛 我們以民間團體來講 一個比較 比較那個溫和的 比如說董事基金會在做 那個禁煙的動作 你看他從 那個 室內不能抽煙 然後到現在室外也有一個限制的抽煙 他整個的倡議是花了將近快20多年 沒錯 一個煙的問題就 就這樣 那你不要說什麼 我一個 那個流浪動物的問題 因為我現在還是在做 光臺生命協會的執行長 我們一個流浪動物 我們為了呼籲那個搜索 我不要安二使 你看也從1999實行安二使 到 等於說終止安二使是2017年 也要長達將近16-17年 一個 很簡單的民生議題 他都要經過這麼漫長的倡議跟呼籲 那費時也是啊 那你想想看今天你 剛剛管老師你講的這些 跟經貿有關跟財團有關的 那個除非是一個 一個很好的 很有效的對話 我都不覺得會成功 我們不要說什麼 你看當時那個核式 要不要停建 民進黨執政也花了 非常多的聽證 那個書滿滿的 啊也做了非核家園 行政委也成立非核家園 文會 所以我想當然 時空環境不太一樣 但是如果今天 跟未來民進黨再一次執政 他的對話沒有辦法展現誠意 沒有辦法好好的去說服 在野黨 包括那個社會大眾 我覺得這很悲觀 我現況當然要悲觀 因為有悲觀 我們才有樂觀的 的努力的空間 對 所以連你這麼長期 參與的人都這麼悲觀 我相信可能悲觀的更多 那不過你剛剛談到在野黨 是讓我們看到這一次的選舉結果 我們可以看到有所謂的第三勢力 進入到這個系統當中 那當然我們可以看到 他也是一個民進黨 完全執政的這種情況 這個第三勢力 例如說 假設他是一個時代力量 好了 他這個時代力量 他真的能夠去發揮嗎 那很多人會覺得 時代力量跟民進黨關係 是非常非常的密切 不管是在過去的這個歷史上面 或者是在這選舉的 這種所謂的非常曖昧 甚至相互協助的關係之下 這種所謂的反對黨的力量 還真的存在在國會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回過頭 待會再請昭和中拳 歡迎回到 參與時光會 正式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長 今天在我們節目當中 要跟他談到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我相信看我們的節目 應該都知道 我們長期都是關心 台灣的社會運動 也希望去了解 台灣社會運動 背後的一些 比較結構性的問題 但是我們知道 在這個民進黨 這個執政之後 他不只是一個執政 而且還是一個 完全執政的這種狀態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台灣的社會運動 會怎麼走 因為我們常常會說 一個國家的進步 他絕對不會是 來自於執政者的恩責 也未必會來自於 反對黨的監督 更重要的是在這個社會的 國家裡面的這個社會運動 到底發不發達 那剛剛其實在 上一段節目當中 我們的來賓何忠勳 其實也都提到了 他對於這個 未來的社會運動 有點悲觀的這種感覺 今天在我們現場 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是 我們的好朋友 老朋友 何忠勳 忠勳您好 那個 王老師 還有縣上的網友 大家好 對 就是你剛剛談到很大的悲觀 可是其實 雖然對社會運動悲觀 它還是有其他的可能性 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待會再談 但是我們要談的是這個反對黨 在這次的反對 在這次選舉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 除了國民黨 跟這個民進黨之外 其實還包括親民黨 以及這個時代力量 是有很大的 有一些席次在裡頭 那當然 親民黨是一個老的政黨 時代力量是一個新的政黨 而且被人家稱叫做第三勢力 你怎麼去評估 時代力量的這個過去 在這一陣子 在選舉期間 跟民進黨的關係 以及它未來的可能的表現 其實時代力量 其實就是台臉的一個替代品 就是說因為在上 那之前的選舉裡面 那個民進黨 他就是跟台臉的合作關係 非常緊密嘛 但是其實台臉在過去的 的那個 那個八年的表現 我覺得並不是那麼的滿意 所以你看在那個 那個沒有辦法回應的同時呢 那時代力量又剛好夾著血運 然後再再來他跟民進黨 非常緊密的合作的情況之下 時代力量就這樣突出重圍了嘛 所以其實 所以呢 如果說我比較 就是說比較那個 嚴格的來看的話 就是說其實時代力量 跟民進黨關係是非常親密的 你要說他是兄弟啦 父子或什麼等等都沒有關係 所以他關係是很親密的 那因為他所 他所那個贏的那個選區也是 過去民進黨所 比較沒有辦法奪得的習氏 然後他因為夾著那個 馬英九八年執政的無能之下 時代力量才有機會 那個取得這樣的一個位置 所以接下去呢 時代力量在國會裡面 他有沒有辦法呢 呃真的站在民進黨的對立面 這個就非常值得觀察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他 他那個 那個沒有辦法站在 那民進黨的對立面 那他他的情況到最後 他到最後的話就是 很多的議題他就會慢慢 議題就會慢慢的撤手嘛 那他如果是站在他的對立面呢 那未來那四年之後 民進黨還要不要 跟他合作 你讓他 甚至的他是 民進黨在同樣的選區 也推出另外一股 那個人選 然後結果兩邊夾炸 結果還是讓那個泛藍得利 這個都是 這個都是我認為 因為你既然是進入到政治裡面 他就 他就計算那種成分就會高於 他的實質就會高於高於 那個理想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要考驗 我認為是要考驗 時代力量的智慧 對民進黨而言 我認為他沒什麼差 因為他反正 他已經單獨過半 就算他不理時代力量 他很多東西 他想過還是可以過的 但是我一直覺得 所謂的政治或是社運 其實很簡單嘛 出來混的就是要緩 當時別人怎麼幫你 你還是要做些會嘛 所以例如說 雖然那是一個艱困的選區 可是你不能否認 別人 即使他自己派出來的選民 不見得會當選 可是你不能否認 其實對方也給你很多的 這樣的一個協助 那所以未來的那種關係 到底要該怎麼走 特別是你又 談到一個更有趣 更需要去觀察點 是四年之後 那如果你今天 沒有辦法跟我 一起合作 那我就提出我自己的人選 那即使我不會當選 可是我能夠去毀壞你 那如果你是時代力量好了 你是國昌 你是這個時代力量的立法委員 你覺得你會自己會怎麼做 我想時代力量 他目前有五個習氏啊 我個人會覺得國會裡面 強調做專業委員 那傳統的國民黨跟民進黨 其實在過去 我們也看到很多 專業的委員 那什麼專業委員 就是說他在那個議題上 他扮演非常專業的角色 他可以問政問得非常的深入 而且可以切衷民眾的需要 那 可是呢 那個所以這個就 如果我對時代力量 就是說他現在只有無習委員 他就不要太多的關注 太多的議題 至少讓每一個國會議員 他都能夠人家想到 他會做一個品牌聯想 比如說現在Freddy 他現在是搖滾樂歌手啊 可是你不能到 四年之後人家看到Freddy 還是搖滾樂歌手啊 他應該說 那Freddy他是跟某個 某個專業的議題是 很清楚的 這是一個所謂的一個品牌嗎 但是我要講的是一個 自主性的問題 或者是站在這個所謂的 執政黨對立面的 這樣的一個角色 扮演 那就是說 今天如果你真的是站在 如果說你今天 你這個反對黨要玩真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過去台臉是不及格 包括親民黨也表現的不好 所以今天 今天你如果比如說時代力量 你要讓大家覺得你比民進黨更好 親民黨你要讓人家 你可以替代 那個正統的 那個國民黨 那你的表現就要非常出色 而且你就是要 為了該反對而反對 因為說不定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的表現稱職 那如果 那個民進黨的那個 的那個 滿意度沒有辦法立刻的回應 他其實 下一次選舉的時候 就算在同一個選區 他不一定能夠獲得好的歧視 可是因為他的那個 整個國會表現好 他在其他選區 所推出的候選人 或者是可能在不分區裡面 也會為他贏得更多的喝采 所以我會認為你要 重置政治運動 你就是要把自己當作是一個 是可以是最好的政黨 然後你可以 任何政黨都是比你差的 否則的話呢 你到最後妥協 到妥協結果 選民會因為一次一次的失望 然後到最後還是會放棄你的 那你怎麼去看綠色盟 綠色盟這一次的敗選 他的原因是什麼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好 假設今天 時代力量跟民進黨走得很近 然後他們基本上是一個執政的聯盟 綠色盟或者是這樣的一個 像長期關心的綠黨 他有再起的機會嗎 我個人會覺得 我其實我本身對於綠黨 跟社民黨合併 我本來就並不值這麼的看好 而且我 我個人就是從社會運動的角度來講 我認為是反對的 因為畢竟那個綠黨是一個 非常有老品牌的政黨 那你弄到最後 你必須要跟一個新興的政黨合作 可是各位我們其實可以 我們很平心而論 就我自己有收到的傳播訊息裡面 其實到最後整個綠黨的精神不見了 反而是被一個新興的 坦白講 社民黨的表現還 還在傳播效應上 反而還比綠黨還要強一點 他的媒體比較好 我坦白這個就是就事論事嘛 所以其實綠黨是被邊緣化的 那綠黨被邊緣化 可是綁在一起的情況之下呢 那既然你們兩個綁在一起 那都是一個非常 非常接近偏左的政黨的時候呢 你們因此應該是對右的政黨 是嚴厲的批判的 可是呢你到最後 你還是跟 跟民進黨跟蔡英文 搞一些曖昧 包括跟柯P搞曖昧 那你這樣 那你是一個搞曖昧的政黨的時候 好吧 那你搞曖昧 那就有可能合作 那你既然要搞曖昧 那我 我為什麼要支持 我 有的人就會覺得說 那我其實我也可以支持 跟曖昧更高的時代力量就好 曖昧跟曖昧的團體 對啊 我就支持他就好幹嘛 所以其實你有沒有看到後來那個 因為 因為那個民進黨擔心說不分區的選票 被時代力量瓜分的時候 不是在告急嗎 嗯 那告急的結果之後 後來時代力量的不分區沒有拿那麼多 時代力量就在 批評那個民進黨 那我覺得你有什麼好批評 因為你的不分區的票 表明是民進黨 那個履浪給你的嘛 所以我想 今天如果那個社民黨 可是不可否認社民黨加 綠色們 在這次選票是有成長 可是成長很少 那就代表說我們整個社會的 左派的土壤還是很有限 但是但是 不過我認為不用擔心 就是說 因為隨著民進黨開始執政 我個人預測國民黨短期10年內 是起不來的 所以整個台灣未來已經沒有什麼藍綠問題 所以台灣未來就是一個左右 議題的時代 因為剛剛 管老師你也講了 我們很多房子的房貸 包括TP2的問題 很多問題 未來都是左右的問題 所以如果今天的綠黨跟社民黨 我覺得 他們兩個性格本來就很高拐 我不覺得很容易合作 就各自去努力看看 用這4年去努力看看 搞不好努力的結果之後 搞不好 4年之後要選舉再談合作 都還來 都還來得及 這招去努力 好好的利用 這也不到4年 因為接下去 在2年 不到3年 就馬上有9合1選舉 他們應該好好的去 地方 如何用庶民的語言 把左派的理念 傳播給社會大眾知道 天下沒有白癡的武戰 做社會運動你要成功 你也是要一頂一頂的去 遊說那個草根的社會大眾 你透過有民意的支持 這個運動的成功 才會有可能嘛 所以一樣的選舉更難 選舉又強到利益 所以我會鼓勵這兩黨應該 現在開始就要趕快上舉8條 開始為9合1做準備 那這樣的話9合1準備 做得好 搞不好在那個 下次的 立委總統大選當中 就可能 我認為他就有機會過5%了 不過要準備 其實剛剛談到這個草根運動 是很重要 不過很多人也會批評說 你們沒有明星 沒有這個所謂的知名度 那所以你們當然是選不好 而且會選輸時代力量 那這個知名度 當然除了所謂的個人的人格特質之外 其實很重要是說 他到底在某些議題上面 去突出嘛 沒有錯 沒有辦法在這議題上面突出的話 這些 還是一樣會看不到 那未來這幾年當中 有什麼很重要的一些議題是 社運團體 或者是你剛剛談到 這些比較偏左翼的政黨 他有很努力的方向 我想那個明星是可以被培養的 像我跟廣老師也不是明星啊 對不對 現在我們還不是 所以你說過去的 之前的黃國昌 那包括洪聰 他們也不是明星啊 所以這明星本來就是可以培養的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個傳播策略 我想廣老師 比我們都還厲害 這不是問題 最重要就是說 我們這些 想要成為未來的真正的第三世界 左派的政黨的 你怎麼樣 你的議題能夠關注民眾所需要 我想最近這 我想那個 第一個貧困問題嘛 青年貧困問題嘛 包括基督正義的問題 包含了那個 那個 這兩個問題 還包括TPP 包括很多的 跟農業有關的問題 我想談問題 只會更差不會更好 所以大家不要去擔心 問題在哪裡 而是說呢 而是說呢 呃 我認為專業化反而很重要 就是說你怎麼樣 找到一個 你真正有興趣的 而且你願意深入去 挖掘的問題 把這個問題 像撥洋蔥 慢慢把它撥開 找到問題的核心 然後再用樹米的語言去傳播 我覺得這才是有可能的 才能夠去打動人心的 OK 我們剛剛也提到說 時代力量能夠當選 其實跟他的本身的明星特質 是有很大的關係 明星的成就當然有很多 包括他個人的生命經驗 包括他個人的性格 包括他個人的公共的參與 包括他個人 甚至在外表上面 都是一種明星的特質 不過 除了這個明星的特質 本身的特質之外 在這種媒體環境裡面 或是在媒體時代裡面 媒體如何的去創造明星 或者是去發掘明星 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們看到在選前的時候 這個時代力量的媒體 透光路非常非常的高 甚至我們可以看到 蘋果日報也發了幾篇的文章 來支持時代力量 甚至在支持的同時 也按扁了這個綠色萌 你怎麼去看待這樣一個現象 我想台灣的媒體影響政治 影響公民議題是非常深的 不可否認 那媒體他背後 其實他就有他的企圖跟洞悉 我個人絕對不會相信媒體 是非常的公正客觀 但除了我們公共電視 還有我們這個節目之外 但是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蘋果他在 他在上一波的太陽花運動 包括香港的雨傘運動的時候 他是非常積極投入的 而且他也很清楚知道說 在這個運動過程當中 如果沒有明星創造出明星 他是沒有辦法吸睛 這是擴大樂聽大眾的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後來發現到 後來太陽花運動 為什麼會簡化成三個英雄 他其實都是這種媒體因素 所造成的 那再加上那個時代力量 他的那個幕後的操盤者 林峰正我們都很熟的朋友 他其實跟那個司馬 就是蘋果的司馬 他基本上就是有陰情關係 所以當然有這樣的 又有一些親戚關係 那再加上媒體的效應 那當然對於那個時代力量 他就是更佔有媒體的優勢 那同時呢 黎智英呢 他本身自己也是反共的嘛 所以他如果說今天 他所一手捧紅的太陽花 或者時代力量 他能夠把這樣的一個效應的 也是影響到香港 戰衆運動的那些 雨傘運動的人 那他們在今年 因為今年9月份 我們那個香港 就是立法會要改選嘛 那這樣搞不好 也會讓未來香港的民主 鞏固也更有幫助 所以我想這種聯動關係 其實我們 我們一般在看 在看新聞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時候也要去深層的去看一看 這個背後的媒體的一些 策略跟想法 跟他的目的 你剛剛有特別在一開始有提到說 你們要成立這樣一個公民協會 就是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其實台灣大部分都是選民 而不是所謂的公民 這句話其實說起來是蠻吊詭的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不要講什麼早期的夜百合 或是熱身保留運動 或者是這個野草莓 我們回到一個 大家常常到公民覺醒這件事情 好了這個紅仲秋 或者是這個太陽花 大家都講到所有的公民覺醒 那都已經所謂的公民覺醒 為什麼你還會覺得說 我們都不是公民 我們在現在都還是 成為一個選民的層次呢 因為我們整個公民覺醒 還是佔整個人頭的 大概10%到20%左右啊 你要真的公民覺醒 你要大概他能夠大概30%到40%左右 等於說 中產階級他都可以變成公民 那這個公民他就是有辦法 解決問題的能力嘛 比如說他今天我們的社區 那個噪音的問題 包括我們社區很多的那個 那個污染的問題 那你是有辦法有工具去解決 所以那個選民跟公民最大差別就是說 你公民意識覺醒 可是你公民你沒有改變公共政策的 工具跟能力 我比如舉個很清楚 我們 像管老師你常常說 我們在搞很多的那個民間團體 有時候正會說 好那我們來開座談會 我們來開公聽會 可是那有效嗎 那沒效嘛 那可到聽證就不太一樣了 那甚至呢 我們有沒有辦法用陪審或參審的方式 也就是說今天 我們 碰到一些簡單的問題 可能 有時候那個 我們用座談會或者記者會的方式 就可以輕易解決 可是有很多結構性的問題是 他必須要用非常專業的工具去處理的 比如說我們在呼籲那個 搜索零安樂死的問題 那我們要讓他零安樂死 那是不是代表搜索就會 很多很多療養動物無法處理 那這個配套 我們要怎麼樣怎麼樣的 跟一個一個解把它解開 那就牽涉到背後的問題 比如說那你說廢死 那你要廢死 你怎麼樣說服社會大眾 支持廢死 那你支持廢死之後 那你對那一些 那些長期受害者 加害者怎麼處理 你看今天為什麼 德國 他可以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 德國其實他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他是全世界殺害猶太人的 那個 那個 那個是一個殺人禍手 可是為什麼全世界的人 現在願意原諒德國 因為德國到現在還在處理 當時他們殺害猶太人事件的賠償 現在還在做 整個社會的安撫還在做 所以我會覺得我們在談很多的公共政策 如果你太過於簡化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 很多很深層的配套 是我們看不見 可是他必須要長期努力去做的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 其實就像很多人會覺得說 台灣公民是不是真的覺醒 其實有些人是打問號 我講很簡單 今天投一張票是很簡單一件事情 你去參與一場遊行是很簡單的一集 你今天可能去衝到立法院 其實對有些人來講 他其實也不是太難 那但是重點是人到現場之後 要做什麼 或是這個事件的話 我們去把它搶救下來了 把它阻止下來了 或者是我們表達意見之後 那接下來的改變是什麼 那這個也是說 我們今天在投票的結果之後 恐怕我們還要更多的是自己的參與 甚至我們要負責任的去監督 我們去選出來的人 我覺得這個選擇是一個更重要 今天非常謝謝鍾勳 來接受我們訪問時間 過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快 我相信以後 我們會有更多的機會 來跟鍾勳來談這方面的 一些相關的議題 謝謝鍾勳 我們下禮拜會 拜拜 下禮拜 dom 請 稍程跟俠光 從 萬片 時光 怎麼倒數 玩樂 玩樂 天空的眼淚 洗光時間 還來不及還些 還來不及還行 現在手中的幸福像是不見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